女佑 揉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味道 羊羊羊 羊羊胳膊来 就会出现一个小瓜 如果胖了 可能没有瓜啊 就这点这儿 用拇指啊 拇指捏住他这里 然后呢 揉 揉多少下呢 30到40下 就一边揉 一边清嗓子 一边咽吐 然后呢 一边喝喝喝喝白开水 要喝热的啊 要喝热的 揉一揉 然后呢 嗓子就慢慢就不疼了 也不疼了 也不痒了 也舒服了 啊 你感受感受一下啊 绝对管用 很管用 而且 如果说是有点发烧呢 怎么办呢 如果有点发烧 是额头 你摸着额头烫 你摸着额头烫了 然后呢 就揉哪儿啊 揉这儿 这叫合骨穴 啊 两个指头 两个指头之间 就是个高骨的地方 揉 揉到现在也是30到40下啊 30到40下 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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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以后呢 一边揉 揉完了以后呢 已经摸了额头 它基本上慢慢的退缩了